重病的诊断与处理 淋巴癌肿瘤脱落案例 2013年夏天 徐先生突然感到全身发冷 尤其手脚冰冷 需要很厚的手套和袜子 时常感觉身体疲累虚弱无力 看了医生做了检查 始终找不到病因 家庭医生找不到病因 转介绍专科医生 但服药后病情仍无改善 这个时候 左边颈部淋巴附近 出现了几个肿瘤 最大的一颗一碰就流血不止 因病情恶化 症状越来越多 医生建议做切片检查 切片检查后 身体变差 导致昏迷并引发肺炎 连续注射多种药物两个星期后 体重减了四十多磅 身体更加虚弱 在如此折腾之下 徐先生感到非常无助 并感觉西医无法挽救他的生命 待在医院是死路一条 他决定出院 无论怎样都不想再进医院了 2015年10月3号 徐先生在网络上看到了原始点 联络上美国洛杉矶推广点的志工 志工每天帮徐先生按推 并教家人煮浓浆浆汤 使用红豆袋和水暖垫补充内外热源 饮食改善 也参考手册里的舒适寒热表 刚开始只要一温敷 皮肤就更痒 如被火烧 按推三天后 皮肤痒开始减轻 被火烧的感觉 也逐渐缓解 体力明显改善 七天后 皮肤痒 火烧感觉几乎消失 颈部慢慢消肿 心情也变得开朗 可以爬楼梯散步 两星期后 颈部小肿瘤消失 最大的一颗开始干枯 体力平稳继续坚持运动 三星期后 徐先生 颈部红肿消失 只剩下一颗 结了八的小肿瘤 在颈部上 徐太太 在浓浆汤内 加进红参 希望有助改善内热源 按推约一个月的徐先生 精神变好 胃口也转家 一个半月后 受了些情绪打击 情绪低落 突然双脚无力 体力虚弱 志工只能轻轻按推 增加内外热源 2015年11月24号 浸上的最后一颗 也是最大的一颗肿瘤 自然萎缩掉下来 亦没有流血 肿瘤掉下来后 徐先生和家人既感动又感恩 可是他的体重 还是缓缓下降 走路困难 12月3号 半昏迷 在家人和两位志工陪伴下 毫无痛苦 安详事事 两个月前 两个月后昏迷 徐太太虽然伤心 但她很感恩原始点 让她先生能多活了两个月 处理及交代很多事情 全家人 共度最后的欢乐时光 而且能在自己家中平静 没有痛苦 安然而去 徐太太愿意分享这个案例 将功德 回向给先生 并希望有缘的人观看 能如理如法 使用原始点 离苦得乐 身体健康 我要生理 我也请求 张医师不要把我先生 列在失败的案例 先让他最后过世了 原始点是成功的 我先生会过世 并不是原始点 最后没有成功 他最后是因为家族 兄弟姐妹的欺凌 造成他情绪大变 受到伤害 体力极其的转弯 最后递竭而亡 但是我一定要生理 原始点是成功的 第一次的转弯 第一次的转弯 好 我们来探讨一下 就是来看他一开始的情形 他开始是怎么样 全身怕冷 有没有 然后开始身体也觉得冰凉 有没有 然后无力疲惫 就这几件事 这到底这几件事 是代表什么含义 它是属于轻症 还是重症 还是重病呢 其实它已经比重病还严重 一开始就已经怎么样 显向已现 我用重病已经算是很 轻描淡写地说了 因为我已经讲过了 只要有病症体力虚弱 一项就是重病了 对不对 然后你看他有几项 等于全身都怕冷 有没有 然后很容易疲惫 要穿很厚的衣服 有没有 然后他感觉全身也无力 虚弱无力 有没有 这都是他描述 已经好几项 那这几项 已经都是显向已现了 什么叫显向已现 就是已经威胁到生命了 但他 他也知道他有问题了 但是医院还要做检查 其实他已经很危急了 你知道 所以医院就是没有办法 观察出这样 他们一直要找出什么 检查出有什么病 然后再来看这个病是轻的 还是危险 没有人这样是在断病的 只有西医发展成这一套 我觉得太不可思议的 这种判断不出来的 然后结果 开始他一亲碰 就会流血有没有 然后做切片检查 他就变成怎么样 昏迷肺炎有没有 然后他觉得 这下子他觉得就 身体一下子就垮掉了 然后突然间暴瘦有没有 一下子就暴瘦 那这个等于重病之 显向已现又暴瘦了 这个已经可以看出 是已经到命尾了 所以他觉得 没有希望 所以他才这样 这种情况下出来 他到最后的时候 年龄八那个肿瘤 有没有 都脱落了 当时候他脱落的时候 我刚好在马来西亚演讲 他们就传照片给我 然后就问我 这个掉下来是好还是坏 我说我不知道 但是我最后又问他一句话 我说 那他现在体力怎么样 然后他们就跟我讲 体力越来越不行了 那我跟他们讲 这个是绝对恶化 这个掉下来 我跟他们讲是绝对恶化 一定要注意 结果三 经过两三天就往生了 这个都是都 所以我也是感触蛮深 这世人在乎的是症状 他以为掉了 那连有一些专业医师听到 哦这个人掉下来 他们说哇用什么方法 哇他们都觉得很厉害 但是在我看吧 反而觉得是什么 是问题 这个不在于这个 掉不掉的问题 而在于 因为治病的目的是要活嘛 所以我在乎体力 没有体力怎么能活呢 所以你再从这个 也可以看出来 心情重不重要 太重要了 你看第二个也是 心情的问题 有没有 第三个也是 心情本来已经好了 但心情一变化 受打击之后 突然间双腿就无力了 很可惜的 这个本来都可以救活 所以我为什么说 重病的患者 如果没有好 患者要负怎么样 百分之七十 那如果重症没有好 谁要负百分之七十 医生 所以如果以这样的标准 现在很多医生 都有问题哦 是吗 很多根本去都 还没有达到重病啊 今天也让你们了解 为什么我一再说 好转以恶化 是要看 体力 所以不用再被那些 病情的变化啦 这些现象 或是肿瘤的大小 或指数的高低所迷惑 这些都不是好转以恶化的 诊断预据